数位已深入生活 政府网站成为民众体验数位服务的首选 我的一政府入口网突破政府业务执掌框架 以民众需求为中心 人生事件为主轴 将分散于各政府机关服务 包罗于单一入口网 无论是出生、就学、就业、就养、中老、人生各阶段 民众都能轻易在我的一政府查找所需服务 举例来说 过往,新手爸妈要到处询问 或自行上网搜寻新生儿相关的政府服务与福利 现在,新手爸妈可在我的一政府 与人生大事连选出生阶段 以生育给付为例 一年龄,小孩未满两岁 即可找到该项申办资讯 并透过凭证献上申办 快速完成请领 让爸妈更有欲裕照顾小孩 当学生想申请就学补助及奖学金 或是想了解志愿服务及实习机会 我的一政府也贴心统真好小学到大学 各阶段的相关申办讯息 一次整理快速查找 又或者劳工进入就业市场 不管是求职服务 职业训练 创业咨询等资源 这里一应俱全 包含年长者关心的长期照护 老人保健 老年给付等申办资讯 也都能透过我的一政府 轻松一览福利与服务内容 各式各样的宣办服务 无论民众是采线上 联柜 或是使用邮寄 传承等其他方式办理 我的一政府将繁杂的宣办资讯 以一致格式 简单直观的宣办步骤 使民众一目了然 贴心的应被物品清单 可避免遗漏文件 透过服务说明标准化 我的一政府 神话问答设计 导入智能小帮手 依民众使用情境 主动推荐可能所需之政府服务 例如 想转换跑道怎么办 智能小帮手将会整跨机关服务 主动推荐技能检定 职业训练 求职服务等 使民众得以看见政府服务全貌 所需服务以占构足 从疑问 理解到行动 过去分散的政府服务资讯 现在全在我的一政府 一站满足人生各阶段服务需求 数位首选的政府服务入口网 您我有感的智慧化服务 都在我的一政府